一命二运三风水 有一些生肖女性被认为是最旺夫的 更有趣的是 这些女性往往也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表现出色 她们善良 独立 而且非常骨骼 这种独特的品质 让她们成为每个家庭的瑰宝 充满了神秘和令人崇拜的力量 今天要与各位分享的是 有三个生肖的女人 旺夫旺家 天生好命 生肖龙 在神秘的十二生肖中 生肖龙以其独特的气质和特点独树一致 鼠龙女人天生具有极高的魅力 她们善良 独立 而且非常骨骼 这种独特的品质 让她们成为每个家庭的瑰宝 充满了神秘和令人崇拜的力量 家庭责任 无怨无悔 鼠龙女人在婚后承担着家庭的责任 她们不仅是一个好母亲 也是一个好媳妇 在家中 她们承担起照顾家人的重担 尤其是对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她们总是亲力亲为 不辞辛劳 这种对家庭的无私奉献 让鼠龙女人在家庭中 备受尊重和崇拜 责任心强烈 品质优秀 龙女们具备强烈的责任心 她们非常珍视家庭 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在家庭生活中 她们总是关注家人的需求 为家庭创造温馨的氛围 她们独立自主 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 在婚姻生活中 她们用自己的付出 赢得了丈夫的敬爱 和孩子们的尊敬 这种品质 让鼠龙女人在家庭中 更具魅力 魅力无穷 气质迷人 结婚后 鼠龙女人的气质 变得更加迷人 她们不仅善于处理家庭琐事 还懂得如何在工作 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她们的独立 睿智与热情 赢得了丈夫的宠爱 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 这种气质 让鼠龙女人在家庭中 备受赞美和尊敬 成为丈夫的掌中宝 天生富贵 财运旺盛 鼠龙女人天生就是富贵命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 各种美好的惊喜 在生活中 她们善于理财 为家庭积累财富 使家庭财务状况越来越好 有鼠龙女人在的家庭 意外财运旺盛 家里有了鼠龙女人 一家人不抽钱 这种财富运势 使得家庭成员对鼠龙女人 充满感激和崇拜 生肖猪 在十二生肖中 生肖猪象征着诚实 稳重和忠诚 生肖猪的女人 更是具备这些特质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文将详细探讨 生肖猪女人的性格特点 优点和望夫好命的特性 同时展示了她们的热情 和崇拜的一面 一 生肖猪女人的性格特点 生肖猪的女人性格坦诚 她们的诚实和直率 令人敬佩 她们拥有优雅的气质 待人接物都十分周到 她们心地善良 与人为善 总是愿意帮助别人 生肖猪女人 有自己的原则 对亲朋好友都非常忠诚 这让她们在社交圈中 备受喜爱 二 生肖猪女人的优点 生肖猪女人 在婚后表现出 多才多艺的一面 她们聪明伶俐 善于学习 在事业上 她们表现得颇为出色 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 此外 生肖猪女人富有创造力 她们总能在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事物 使她们的家庭充满温馨和活力 三 生肖猪女人的望夫好命指数 生肖猪女人的望夫命指数很高 她们具有天生的望夫特质 首先 她们能与丈夫相亲相爱 为家庭营造和谐的氛围 其次 她们能够提供丈夫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 让丈夫在面对困难时更有信心 再者 生肖猪女人懂得理财 能够帮助家庭合理规划财物 确保家庭经济稳步发展 四 生肖猪女人的热情与崇拜 生肖猪女人热情洋溢 她们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期待 她们善于表达情感 擅长夸赞和崇拜别人 在家庭中 她们经常给丈夫支持和鼓励 让丈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在职场上 生肖猪女人也表现得十分热情 她们擅长与人沟通 能够迅速融入团队 发挥自己的优势 生肖兔 在生肖中 兔是一种美丽而温顺的动物 而兔年出生的女性 更是拥有如兔子一般 美丽 善良 温和的性格 她们随和的脾气 礼貌待人的举止 和婚后全心投入家庭 让她们成为人见人爱的贤妻良母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生肖兔女性的魅力吧 一 性格人见人爱 生肖兔女性性格非常温柔 善良而又随和 她们在与人交往中 总是面带微笑 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这种性格 让她们在朋友圈中备受欢迎 成为大家喜欢的焦点 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中 兔女们都懂得体谅他人 乐于助人 使得她们拥有了极好的人员 这种性格也使得她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顺风顺水 财运横通 二 财运非常好 生肖兔女性 天生财运极佳 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都十分出色 她们懂得如何把握机遇 发挥自己的优点 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生活 兔女们的财运并非值 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获得 她们还擅长利用人际关系 为自己创造财富 她们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体 受人喜爱 这为她们带来了许多发财的机会 三 忘父忘家 结婚后 生肖兔女性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子女付出 她们会用自己的善良和温柔 为家庭带来温暖 用勤劳和智慧打理家务 让家庭生活变得井然有序 她们忘父忘家的能力 使得丈夫事业发展顺利 家庭和睦幸福 在家中有属兔女人 丈夫的福气满满 家庭财富日益增加 财酷丰隆 四 被丈夫捧在手心里 生肖兔女性的温顺 善良和随和的个性 使得丈夫倍感珍惜 在婚姻生活中 她们总是懂得理解 支持和关爱丈夫 愿意为家庭付出 这样的兔女 常常会让丈夫感到甜蜜和安心 使得丈夫更加疼爱她们 把她们捧在手心里 许妻是男人的第二次投胎 《愣言经》中说 已是姻缘 经百千节 常在缠妇 夫妻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可相遇虽易 相守不易 妻子的态度 决定着男人后半生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 后汉书终记载了一个叫养子的人 一事无成 妻子劝她读书上进 她便外出求学 可不到一年时间就归家了 正在织部的妻子 看到杨子突然回家 便问起缘由 她说 我都出去一年了 太想嫁就回来了 妻子听吧 举起剪刀放在织好的部前 说 你看 这不是我用一根一根的丝织救的 如果我中途剪断这部 她就丧失了成体的机会 可你荒废时光 中途却反 这和割断的布匹 又有何不同呢 听完妻子的一番话 杨子十分惭愧 立即动身重修学业去了 这一次足足求学七年 终于小游所成 正因妻子的劝告 使得杨子下定决心 奋发拼搏 才能学成归来 人常说 妻贤富自良 妻子的良言与善良 是一个家庭和睦的基础 一个好妻子 是男人一生的福报 对于男人来说 娶妻就是第二次投胎 妻子什么样 人生就会是什么样 佛家告诉我们 今日之果 皆是昔日之因 万法不离因果 善待妻子是因 家庭和睦就是果 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就在妻子 佛经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说的是 汉朝时有个人叫鲍轩 为人正直 后来娶了老师的女儿 少军为妻 少军家境因事 很受父母疼爱 即使成亲后 也经常送他许多华贵的仪式 鲍轩见了 犹豫道 夫人 你昔日富裕 所以习惯了这样的装饰打扮 可如今 我们家境贫寒 如此贵重 实在不能收啊 妻子说 家父看重你的品性 如今却因过分疼我 险险酿下大错 于是就将华丽的衣物统统退回 换上粗麻不衣 与豹轩回到了乡里 少军孝敬公婆 周里和睦 与豹轩秦次和明 日子越过越兴旺 很快的就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 成为西汉有名的士大夫 乡里的人无不撑其 傅家女嫁给了贫穷男 生活的摩擦无法避免 却因为谦虚柔顺的妻子 与温和宽厚的丈夫 换来了家中最好的风水 其实 每一段婚姻 都是福业相当的 只有福报对等时 才可能有幸成为夫妻 所以 只有修福积德 互相善待 两个人才能互相成就 互为彼此的福报 男人娶妻 绝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 也不能是一时冲动 从结婚开始 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身边的这个女人 开始改变 变好还是变坏 很大部分是你的伴侣 给你带来的影响 女人操持着一个家庭的细节 量变产生质变 很多男人在婚后的后悔 就是没有想到 一个女人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投资需谨慎 许其又何尝不是一种投资 甚至是对自己下半生的投资 筹码便是自己和身后的家庭 婚姻需要男人的灌溉 女人的呵护 才能从小小牙苗 长成参天大树 然后开枝散叶 收获果实 而这棵大树的根本 是丈夫尊敬妻子 妻子爱护家人 彼此相爱 互相珍惜 如果觉得自己命不好 就回家看看你是如何对待妻子的 进宫法师曾从佛法的角度 告诉我们 女人如水 妻子失财 善待妻子 妻子心安 家财则安 外财就来了 可见 越爱妻子 人越发达 善良的丈夫和贤惠的妻子 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人生在世 人厚道喜事舍 虽不求财 财自来 求风水拜神佛 不如善待自己的妻子